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没有本事让他去城里找活去 但李宝库不愿意背井离乡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这天终于是来活的 一个打扮考究的先生深夜找上门来 请李宝库到府上去出诊 最后一路坐着轿子跟着管家来到了一栋深宅大院 李宝库就纳闷了 自己也是本地人 怎么从来不知道这里还有栋大宅子 不过也没有多想 他一路跟了进去 这才知道是为府上的大少奶奶接生 活不难很快就干完了 王家也很高兴 告诉管家让多赏一点 谁想管家递给了李宝库一袋黄豆 然后就打发人走了 李宝库很生气 但又不敢惹这大户人家 只好灰溜溜的离开了 随后坐着轿子回家 李宝库是越想越气 打开布袋就想把黄豆都扔了 谁知这一看不要紧 里面竟然都是金豆子 这时轿子突然摔到了地上 李宝库走出去一看吓傻了 眼前哪有什么轿夫 只有四个指人 李宝库吓得屁股尿流的跑回了家 后来李宝库靠着这袋金子 成了当地的首富 买房子质地风光一时无量 然而五年后的一天 李宝库的全家突然惨遭灭门 此象极其恐怖 只剩下了一个小女儿小美 画面一转 几个贤汉围在一起聊天 谈的正是这件离奇诡异的事情 这些贤汉正在等着接一位高人 是村长刘老根请来的黄围猎人二爷 这二爷在新安岭可是有一号 胆子大手段多 想摇作怪无所不能 反正传说是这么说的 二爷是应村长的邀请 来破李宝库灭门惨案的 接着二爷赶到了李宝库的家 脑海中开始浮现出 这一家人死时的景象 李宝库的老婆是受到惊吓后 神智失常上吊而死的 大儿子小东北是淹死在了水缸里 李宝库则是被灶炕里的火 活活的烧死的 从外表看 他们都是死于意外 并没有外力的作用 但如果不是人干的 那就只能是鬼干的 二爷听到身后的众人在议论纷纷 也没有言语 拿起一根沾满黏糊糊液体的柴火 看了一眼 接着画面一转 村头的戏台上请来了戏班子 唱二人传 村民们都前来观看 但大家的表情却一个个都紧张兮兮 原来二爷通过滴落在柴火上的口水 判定这一切根本就不是闹鬼 而是大马猴干的 大马猴这种动物会分明一种物质 让人产生幻觉 李宝库一家三口就是被大马猴害死的 二爷想要抓住大马猴 所以请来了二人传 因为大马猴好看热闹 接着大马猴果然只出现了 站在村头的山坡上看着一切 眼看就要进入二爷设立的机关 忽然一个城里人打扮的年轻小伙 二魁跑了过来 他是死去李宝库的侄子小帅 这次是回来奔丧的 看到大家一点都不悲伤 还在看戏 就气不打一处来 大声的嚷嚷了起来 而他的举动激怒了大马猴 眼看就要功亏一篑 好在关键时刻 二爷果断放下了机关 将大马猴困在了笼子里 之后小美将一张地契送给了小帅 说是李宝库留给他的 谁知这时 村长看到这一幕 忽然丧失心疯似的跑过来争抢 而笼子里的大马猴 一下子也激动了起来 他大声的嘶吼着 在他的嘶吼声中 在场的人们 进入了李宝库深浅的幻境 原来当初李宝库 不是去什么大户人家 而是去老林子里的一户 普通人家 刘依水家接生 刘依水感激李宝库 救了媳妇的命 于是给了一把金豆子 这李宝库就纳闷 这荒郊野外的 从哪来的这么多金豆子 而这刘依水是实在人 于是说出了实情 当年康熙皇帝到东北老家狩猎 结果迷了路受了伤 幸亏被刘依水的祖上打救 康熙皇帝为了感谢他们 就把一块有金矿的风水宝地 赏给了他们家 而这刘依水一家 一直恪守祖训 一直低调行事 刘依水请李宝库 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 李宝库是满口的答应 在送走李宝库回来的路上 刘依水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猴子 于是带回家悉心照顾 这就是后来的大马猴 而另一边 回到村里的李宝库 立刻将这一个秘密 卖给了一个商人 王大拿 王大拿带着村长 来到了刘依水的家 逼着刘依水将这块地方 卖给他们 刘依水不同 这些人竟然将他们一家 残忍的杀害 并抢走了地气 而大马猴目睹了这一切 于是为刘依水家报仇 杀了李宝库一家 带走了村长 消失在了夜幕中 为了寻找大马猴的秘密 二爷和小帅 走进了新安岭的深山老林 在这里 他们将会见到传说中 吃人肉的老太婆 据之后事如何 关注涛哥 我们下一集为大家继续解说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 自然的电影解说